爱 又不在爱 愿意重来 各位好 欢迎各位光临杰丽娅 欢迎保卫战 爱要有你才完美 当然 九位非常出色的男主角 会光临现场 他们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他们的故事 也来看一看 有没有可能在节目当中 重新地来寻找到他们的爱情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九位优秀的男主角登场 有请 首先为各位介绍 一号刘正音乐老师 喜欢唱歌的旅游 二号叶姬华先生 职业是一位私营业主 三号王宇先生 工程师 喜欢滑雪 四号宫怡江 职业是营养师 人力资源部职业经理人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 五号沈钱 你的名字真的非常的沈钱 二号 六号陈永刚 二号陈永刚 两名 欢迎下一位七号张尊 是一位医生 一位医生 五号四号 为各位介绍八号 卢云胜先生 是一位惊人投资业者 最后为各位介绍 今晚的九号 李东风先生 职业经商 再次掌声欢迎一下 九位优秀的男主角 欢迎你们 现在你们每个人手上 都带了我们给你们的一个 独心魔戒 这个独心魔戒 它可以根据你们的心跳血压 人体微电流等等 各种各样的数据 来判断你现在的心动指数 如果你们跟女主角 今天最后成功牵手的话 那么你们将会得到 我们送给你的一笔约会基金 总体数值是多少 那么约会基金就是多少 相等同的 也可以来看一看 你们之间的缘分 第一眼演员怎么样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引出 今天的第一位女主角了 她叫做黄娇 先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好不好 我叫黄娇 今年三十四岁 来自北京 我的职业是杂志社的广告总监 谢谢 杂志社的广告总监 对 那是一个非常富有的职业对吗 还好吧 还好 现在我们就来 让我们的黄娇先选择 她的最佳印象男士 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 好 确认 好 OK 当然这个我们是先要保密的 我们会来看一看 这个第一次选择 跟之后的故事 会有怎么样的发展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一眼演员的新动值的揭晓 我到数五秒的时候 我会请黄娇摘一下她的面具 你们就可以看到她的真面目了 然后我们会在那一刻 当我数到一的那一刻 我会记录下你们全部的心动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揭晓 总值 一千三百六十八 我们来看一看这组数据 当中最高的是九号 达到了两百四十八 是你的心动值 三号 王宇先生是零 还是你刚刚那一刻 屏住了呼吸来不及反应 你很害羞地点头的意思是 来不及反应还真的是零 真的是零 真的是零 谢谢你的坦率 一千三百六十八号 这是第一个数值 非常好 当然这会成为最后 如果牵手成功的话 会得到的约会基金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段VCR 这VCR是根据今天黄娇的 之前的故事 跟各位一起来分享 来 请看 十年前 未婚 他有了自己的儿子 九年前 他带着孩子 嫁给了前夫 作为一个母亲 他拒绝为前夫 再生一个孩子 在后来这段婚姻里面 维持了七年 七年呢 里头呢 他有不停地跟我要求 要一个拥有 我们自己的小孩 你这是怎么了呀 我们结婚前 不是都商量好了吗 我不会再生的 你也同意的呀 我只是像想要一个 你和我的孩子 你别想了 我不会考虑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我的个性是一个 可以称得上是 强势的一个女人 我前夫 在我面前 他显得越来越不自信 我跟我一个老同学 以前我的小学同桌 我们出去 见面 叙旧 在广州 我跟人家聊天 一个小时 我前夫打了八个电话给我 又怎么了呀 你这人能别那么烦呀 我再跟同学 我回去再跟你说 行吗 结婚六年中 他跟随前夫 从重庆 去过广州 来到北京 从一个打工妹 努力成为知名杂志社的 广告总监 而前夫 却在他们结婚的 五周年纪念日 背叛婚姻 我不愿意放弃 我现在事业 再去跟他 生一个小孩 我觉得那不是 我想要的人生 所以说 他出轨了 我想我妈是离婚吧 我已经有其他人了 他哪里比我好 他有我能干吗 他能把家里 打理得紧紧有条吗 还是他比我年轻 比我漂亮啊 是 他没你厉害 你事业要那么好 但至少 有一点他比你好 什么 他可能 才为我生一个孩子 我去老色吧 我听到当当 这段BCR当中的第一句说 你说你带着你的孩子 跟你的前夫结婚了 也就是说 在你上一段婚姻开始之前 就已经有一个小孩 对 我是个未婚妈妈 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因为他的亲爸爸 是一个挺烂赌的一个人 然后我觉得 其实生这个小孩 不是为了跟他有个结果 但当时后来老板就说 你这辈子就毁了 你把他生下来 你就完蛋了 然后我老板 然后老板说服我了 我就去医院 结果后来 就是那会儿只能做银铲了 然后去的那一天 我记得很清楚 他踢了我一下 然后我就决定 一定要把他生下来 了解 各位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先就全力交给你们 五号是最早举手的 沈先生先来 首先呢 我非常 很欣赏你 很赞美你 我听你到最后 我灯亮到最后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放弃这个孩子 这让我感同身受 因为我母亲离婚的时候 她选择离开了我 我今天虽然四十二岁 但是每每看到这样的情景 或者电影 我都悄然泪笑 为什么要放弃我 所以我听你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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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表达你自己的情感 好 谢谢 七号 张欣之 你这个女孩呢 很人性的 不然的话 你不可能把孩子生下来 我就想问一下 你跟你的前夫 为什么不想生育孩子 因为刚到 刚刚结婚的时候 其实没有说不深的 但是她到了北京之后 就频繁地失业 你明白吗 因为她是零存款 我们没有房子 什么都没有这样结婚的 我真的没有安全感 其实后来我也问她了啊 我说如果我给你生了小孩 你还会有 有后来这一段婚外恋吗 她点头 她说还是会有 所以我特别庆幸 我当时没有帮她生小孩 你说我长得再漂亮 买一送二 也很难弄不了 四号 特别不赞同七号的追问 其实呢每个人都有年轻过 年轻可以说都会有过挫折 有过失败 但是呢到现在 你依然站在这个舞台上 争你活得挺好的 经历过很多 我一直挺你 刚你走下来的时候 我曾经感受过一个女人 叫美不美 看美腿 我看到你非常漂亮 谢谢 谢谢 就是前半段讲得非常好 后半段用的这句俗语 实在稍微有点 没有 这个俗语证明我特别特别 欣赏女嘉宾的感觉 OK 谢谢 这也是我自己 很以为好的地方 所以你对她印象也很好 对吗 非常好 OK 我能问一个八卦的问题吗 可以 你在大街上经常看女孩的腿吗 对 有的时候呢 关注女性的话 她的这个站姿 包括她的行走的这个姿态 能够完全感受一个女人的 她的精神的一种感觉 七号又要提问了 张先生 我还想问 因为呢我感觉不太公平 我只想为你的前夫打下报评平 因为你未婚已经陷孕了 而且生了孩子了 跟那个自己所爱的人呢 还走到一起了 还不想给她生孩子 你说你这桥梁纽带 你们俩的感情 怎么进行沟通呢 而且你也可以 未婚已经现孕了 而且还生了孩子 我跟你正式结婚了 为什么就不能给我生一个呢 所以她出格了 都是你被你逼的 所以我感觉这事才是 真实的写代 是你说的蛮对的 很多人说我 太物质了 太物质了 你总觉得金钱是万能的 你就忽略了她对你的爱 以至于她走入歧途 这都是你害的 所以你不是提问 你是表达你自己的观点 对吗 当今社会就是这样的 现在的女孩子太物质了 她不考虑到爱的问题 除了你表达了你的观点 我看得出来你是特别想要个孩子 是吧 这么说吧 如果是咱们俩走在一起了 你要不给我生孩子 你记住 我不可能看你一眼的 跟你一点缘分都没有 我以为你说 你要不给我生孩子 我就找别人生孩子 有喜欢我的 我就找给我生孩子的 我不可能找你 你再强势 你再美丽 你的腿再怎么优美 跟我一干没关系 确实跟你 我要的是真正的爱 不是那种物质的爱 所以你的意思是 就是生孩子是表现 真正的爱的重要的方面 跟你这么说 我是医生 你记住 为什么老天照旧了 有男人和女人 必须得繁育后代 不然的话 这世界就不存在了 像你这种 这个思维观念的话 我认为 我可以把这话放到这 你以后 找到了一个丈夫以后 也不太长久的 因为你跟原来的 未婚的老公啊 你还有到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是男人最忌讳的 带成功的男人 还要忌讳的 爱情 那倒就为了生孩子吗 其实你没有听 没有真真正正的 仔细地听过 我们一号女嘉宾 说过的话 他说 所有所有的条件 真的不是太允许 在先生没有 特别固定的工作 零 这个输入的话 怎么会生孩子 这是条件没有允许 条件没有具备 所以说 不要以他的过往 而来指责他 不是说 他不生孩子 别人就不会生孩子 就没有世界了 我们做一个 简单的民意调查 同意七号 观点的请取一下手 九位当中 有三位跟您吃一样的观点 看起来在男性当中 你也不是站在大多数 当然你可以有你的观点 我们来听听专家们怎么讲好吗 三位老师 到目前为止 场上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生不生孩子 是不是婚姻和爱情当中 非常重要的表现方法 我想请张医生 不要忘记一个事实 黄娇的儿子有父亲 他们有儿子这件事实 并没有使得他们缔结良缘 所以不要过分夸大 一个孩子 对男女两个人的 这个感情的催化作用 有多大 他为什么不跟后来的 丈夫生孩子呢 他看不起他 很简单 这个男人不在他眼里 他说了 我不愿意为他生孩子 然后张医生的论点 也很有意思 他说 如果你爱我 你就要为我生一个孩子 大家听一听啊 生孩子这件事 都是为男人的 黄娇也认为 是为男人的 张医生也是说 为男人的 因为可能 我还没说得太仔细 因为当时那会儿 我前面他不仅失业 还把他父母的退休金都借来 都已经就是做事业 都全部输光了 你是对他非常失望 其实我还在挺他 但那个时候 我觉得真的不具备 生小孩的条件 因为可能如果我在为 就是我们现在那段婚姻 再生一个小孩的话 可能我在重庆 那个留守儿子 都吃不起饭了 知道吗 所以对我来说 那个时候你要既然已经选择了 把我儿子生下来 就必须得对他负责任 所以说这是我已经造成的事情 我必须得要去对他好 对他负责 所以他说的为他生一个小孩 意思可能是说他不想生 而他的前夫想生 所以如果要答应这个要求的话 那就是为他 就是为他 为他而去生的了 这位女士出现的时候 我还想 你看他们俩都属于那种 脸圆圆的 这个嘴甜甜的 这个外表上看上去 还真有点匹配度 我没看出来 他们俩拿嘴甜甜的 不 我觉得 我就觉得 OK 结果 这当然我一开始希望 通过我的努力 给他们俩往一块凑凑 我真是这样想的 没想到他们俩 一下就结伙 结成这个样子 他肯定心里想 怎么在现场 他特别这样一位先生 那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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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他对我的那个 我的人生不是你的 我觉得他对我指责太多了 但是特别有趣的是 往往这种上来 就是几个来回的人 他最后容易产生感觉的 还大有人在 谢谢你的祝福 谢谢 我们听听张先生的话吧 来 七号张珍先生 我说的过多 也是对你的重视 不然的话 我就不问这么多了 你看 我就看出这问题了 他就是喜欢 所以这是你表达重视的方法 就是什么呢 说出你的缺点来 以后能克服克服 反过以后呢 我的优点呢 补充补充给你 所以 张先生你说句实话 你是不是喜欢这位女士 这女士很优秀的 你是不是喜欢她 喜欢 OK 所以这是你表达喜欢的方法 我就是专门就是 喜欢挑别人的刺 因为我已经习惯性的 训的手下的人了 这是特别的一种 非常中国风格的一种男人 就是他不会宠女人 他所谓的宠 就是我把你批得体无完肤 这就是我对你的宠 我当中国男人那么久了 我从来没觉得 中国男人有这个毛病 有一类 有一类 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中国女人 也有这些毛病 真的吗 他们从来不说老公一句好话 就当面把老公骂得跟狗一样 然后背地里跟小姐妹说 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爱她的方法 哇塞 这什么人啊 这样吧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姐妹团吧 今天有一位是您的亲友团 是您的好朋友对吗 对 以您的了解来讲 这样中国style的男人 有可能会是黄娇欣赏的类型 十年前有可能是 十年前 现在 男 为什么呢 性格差异有点大 你觉得是性格有差异的 有差异 我们来问问姐妹团其他的人啊 刚刚我注意到 在张先生在发言的时候 你们当中也有很多人 在表达观点啊 夏天 张医生 我真的是受不了你 我觉得这样连连不休 我要是女嘉宾的话 我会疯的 我觉得这两个人 本来我觉得女嘉宾 应该就是属于那种 敢爱敢恨行的 而且不能受一点点的气 像你这样 这你是再精明的 再厉害的医生 他给你气的 估计你也治不好了 但是我一直都在 维持我的笑容 嗯嗯嗯 所以我们应该 给你点掌握 他也有 他也有 张先生 我们现在暂时 不是一个辩论节目 所以我们晚一点 再发言好吗 我们想先问问九号 李东风先生 您早已经灭灯了 为什么 打个比方 我如果跟我同学在一起 他给我打电话 我倒可以理解 因为为什么 他是真正是喜欢我 因为关心我 嗯 如果说他老公给他打电话 他就输不了 要关机 那我们两个火拼火的 那不是要打一架 算了 还不如 我觉得打电话可以 但你不能一个小时 打八个电话吧 是的 是我的关键 是我的关键 是我的 对不起 没事 没事 我不是针对你啊 我是只 我感觉 我感觉应该是 呃 我想要的就是说 想去 两 两期小母亲 好 对不起 其实呢 到目前为止 我们读到了一个观点的对撞 很有趣 当然我觉得黄娇 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 也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女孩子 所以我们很想请请三位老师 她的性格到目前为止 你们读到了什么 或者有没有什么要做一些测试 让我们大家更多了解黄娇的 或者让她了解自己 之前她已经画了一张图出来 对 画了一个画出来 好 那我们来看看她的画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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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有 我们先讲啊 这不是对绘画技巧的考验啊 我们给黄娇出了一个题目是 画一个你梦想中的自己 那么她画了一个 一个明媚的一天 然后在湖上 这开的应该是摩托艇吧 你在前面开 后面的男的 是你儿子 还是你老公 还是情人呢 先从男朋友做起吧 老公我不知道 肯定不是儿子 是男人 你爱的人 对吗 对 我得到的第一信息 黄娇对钱 是非常非常在意的 你是说私人游艇 对 很重要 因为明显不是公园的摩托艇 嗯 因为她刚刚也上来先说了 她对男人已经没有安全感的 现在她对谁有安全感呢 钱 嗯 她对钱有安全感 而且是她自个儿挣的钱 是别人夺不走的 她现在最爱的不是男人 是她自个儿挣的钱 她相信只要有自个儿挣的钱 什么都有了 也有男人 也有男人了 她可以不依附男人了 可以让她来选男人了 这正好跟现在很多男人的想法 是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可以这么说吧 黄娇是一个 我可以形容一下吗 可以 他长得很美 腿也很漂亮 他一下楼梯 我也看到他的美腿了 但现在的黄娇 是一个披着女人皮的男人 说得有点对 戏一想好像确实 你是一个掌控欲望非常强的人 在你的关系里边 我不觉得你需要的是一个家庭 你可能只是要一段亲密关系而已 这个男人对你来说 或者这份爱情对你来说 就像餐后甜点 有了更好没有也无所谓 我大胆猜一句 你现在并不急着结婚对吗 对 但是你希望有一个好的恋爱 我希望找一个就是单身的 单身的 大家都挺有感觉的 谈恋爱 但他不急着结婚 在你的图画里边 我看到的还有你对婚姻的恐惧 虽然他画了太阳 但是同时他也画了两朵云 在这个画面构图里边 两朵云的面积 已经占的是比较大的了 是 对 OK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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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乌云的意思吗 对 是有云在阻挡着光线 其实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画太空了 这就是心理测验很有趣的事 你知道吗 有一些在你下意识的行为 却能表现出 很准确地表现出你的性格 王老师稍等一下 因为我们这里看到 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灭灯了 我想知道是为什么 二号叶基华先生 为什么灭灯 我想因为他需要的是激情 而不是爱情 激情而不是爱情 你需要的是爱情 对 我需要的是爱情 我不需要激情 你不需要激情 对 你相信我爱情里面 一定需要激情的 因为这东西 没有激情的爱情就是亲情了 因为我 但是爱情后面也要变成亲情 对啊 就是没有激情的爱情 就变成亲情了 大家互相讲出自己的所需 激情它本身是一个 就是说爱情一个前冲 但是你激情不可能激情一辈子 好 这是你的观点 对对对 三号王宇先生 我不是单身 我有女儿 所以他刚才说需要一个单身的 我觉得我的条件可能不太相符 他其实这个单身是 就是有小孩没关系 但是不能要求你再生个小孩 还是这一次吗 就是你无论遇到谁 你都不愿意再生个孩子了 对 OK 好 这条没关系 所以你现在要练回来吗 对 OK 好 谢谢 但不是 事实再次告诉我们冲动是魔鬼 可是我觉得三号王先生 你最好还是灭掉算了 因为你刚才的 你刚才的这种行为很像他的前夫 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一样 不一样 我跟他前夫有很大的不同 怎么讲的 好像你们都跟他前夫很熟 是我前夫不要看这个节目 现在我们就先到这儿啊 我注意到七号张尊先生不停地要表达自己的意见 我很好奇你会说些什么 不过我想我们有更多的讯息之后 可能会有更多讨论的空间 也会让大家对黄交对你们自己有更多的了解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段关于黄交的一个VCR的短片 也许通过这个你们对黄交会有更多深刻的了解 来 各位请看 我现在在一个杂志社做广告总监 这家公司我已经服务八年了 以前刚到的时候是一个广告销售 月薪底薪一千二 那会儿就要坐公共汽车上班下班很辛苦 当我现在自己开了我自己的车 走在以前上班的那条路上 我就特别特别的有自豪感 工作之余呢 我会去全世界的找性价比特别高的红酒 在家里自己慢慢品尝 喝了好酒呢留着等朋友到北京来跟他们一块分享 每年我自己生日的时候 我总会送上一份大礼给自己 伊克拉的转件也是我自己买给我自己的 我的很多手表 很多名牌的手带 都是我自己靠牢给自己的 现在呢我其实也蛮期待找一个 我觉得还是会能让我一见钟情的男士 希望对方的情况呢是也经历了很多 但他依然还受有一颗干净的 有激情的心 看得出来你现在对生活品质要求很高 很喜欢红酒 还可以吧 每天都要喝吗 基本上 基本上 对 抗氧化嘛 喜欢喝什么 在家里一般喝点西班牙的吧 西班牙的餐 其实也不是什么名贵的酒 或者自立的 对 我可以问一下吗 你是喜欢红酒的味道 还是喜欢红酒的情调 跟情调一点关系没有 味道 味道 所以一号刚刚灭灯了对吗 对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我找的女朋友 就是能勤俭持家 我不希望她有太多的奢侈品 我觉得这是浪费 所以你刚看到了很多 对 有手表啊 包啊之类的 好 现在还亮灯的是三号 四号 五号和七号 七号 对 我们先来问问目前亮灯的四位 你们有相同类似这样生活品质 或者生活方式的有吗 有的话请举手 七号是举手的 你喝红酒是为了滋味吗 我觉得蛮喜欢的 你喝吗 我认为你喝红酒就是一种消遣 而是一种 一种那个啥呢 内心的一种空虚的一种发泄 但你为什么觉得 喝酒就是空虚的发泄呢 其实我需要 这是一种 对一种好的一方面呢 是什么呢 喝红酒是可以养颜的 这是保养 张先生 如果黄椒每天爱喝的不是红酒 是豆浆 你是不是就觉得它不空虚了 那个豆浆呢 更那个啥呢 更养颜 更养颜 更空虚 不空虚了 豆浆是普通勇养的 你别看你事业做得很大 但是呢 我没有事情做得很大 拜托啊 我确实没有事情做得很大 你事业心很强 但是呢 我一定事业心很强 我不得不强 黄椒 黄椒 别忘了 张医生说他爱谁 他越说谁 我看他现在都爱得不行了 他这次其实已经柔和一点了 所以我还没有打断他 抱歉断得极限了 对吗 张医生简直是爱得不行 冷静 冷静 张医生这次稍微柔和一点用词啊 是吸取了刚刚的教训吗 因为我只是不喜欢人家批评我 我有个非常好的朋友 他跟我说 你凭什么批评我 你哪一点比我优秀 你凭什么批评我 就因为我不优秀才批评你 我要优秀的话 我就不批评你了 我也根本不跟你认识了 说句实话 张医生 你刚说那句话我没听懂 然后呢 你说 你就听不懂就问他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了 张医生这是你表达喜爱的一种方式 对吗 是其中之一 其中之一 对 OK 五号 李嘉宾我很欣赏你 你跟七号争论的对还错 所以我为你写了一首打油诗吧 两句伴 祝福你 电视征婚好 网上联系快 我看女嘉宾美 女嘉宾冲我乐 祝福你成功牵手撤 谢谢 谢谢 我们应该要鼓掌 太压韵了 谢谢 沈田先生我刚才观察了一下她的这个穿着什么 她看起来跟张先生不同的就是 她确实是有多少钱她都不会那么乱折腾的 所以说从内心里边 她对眼前的这位女士她是有恐惧的 但是张先生胆大 张先生一个是胆大 再一个张先生条件呢也相对可能好一点 因为我还了解她一点 她其实除了是一个医生 她还是一个老板 这医院是归她管的 她自己开的医院 OK 所以说她这个自信 今天已经到了盲目的程度 张先生我必须提醒你 你要再用这种办法 你达不到目的的 这位女士她不是这一套 你换个人行 你要不换 不换招 一会儿你走的时候肯定还是一个人 我告诉你 华少 你知道吗 沈先生对女嘉宾的赞美啊 是拿她跟她妈妈比 你看她老提她妈妈 她妈妈 她对那个不是男女关系的意义上的比较 她觉得要是女嘉宾是她妈就好了 莱可妮 我觉得就是张先生跟 女嘉宾的关系 就像爸爸跟女儿的关系 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儿子和妈妈 爸爸和女儿 对啊 因为我觉得她一直在说你什么地方不对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啊 现在是你们最后一次灭灯的机会 当我数到一的时候 请四位还亮着灯的可爱的男主角们做决定 如果这一次你们不灭 那么等会儿你们就没有机会自主的再灭了 明白了啊 三 二 一 选择 当我数到一的时候 请四位还亮着灯的可爱的男主角们 做决定 如果这一次你们不灭 那么等会儿你们就没有机会自主的再灭了 明白了啊 三 二 一 选择 三号和七号灭灯了 四号跟五号留着 张先生为什么灭灯呢 七号 我原来以为你会一定会走下去 我说句实话 我这个人呢 能深能缩 我也可以强 也可以弱 你如果要强的话呢 我可以弱 因为我能深能缩 男子大丈夫就能达到这一点 但是为什么我灭了你的灯呢 最重要一点 我掌控不了你 因为你自助漂泊 漂泊得太远太遥远了 所以控制不住 线拉不了那么长 张先生别把自己包装的那么完美 其实你就是个滑头 你就是怕一会儿你不灭 人家灭你灯 那我不怕 不然的话我都打开了 灭了也没关系 我就有这一点 我能深能缩 不要把灯作为一个表达的 我们只想看到真实意愿 也是真实的 到底亮灯真实还是灭灯真实 灭灯呢 有灭灯的想法 又打开了以后呢 不光是王老师说这句话 实际上我也想打开它 我就叫它灭 我现在有点混乱啊 让我捋一捋 现在我们来公布一下 黄焦在一上台的时候选择的 最佳印象男士 最佳印象男士 是你们九个人当中的 4号 我突然发现 我突然发现4号特别像 你看电影里边 有一个演员 叫《非诚勿扰》里面有一个建国 建国啊 特像 你用笑话讲的就是 好 OK 请所有灭灯的男士 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了 也就是一号、二号、三号、六号、八号 或九号 各位先下台休息一下 谢谢各位 接下来由女嘉宾来提问 我们有一个提问的大概的方向 三种选择 来 各位请看 婚恋、经历、个人现状和未来计划 你挑选一个现状 然后三位必须要回答 婚恋、经历 好 我们三位必须要回答 你想先听谁的 7号 从左到右 张先生先开始是吗 好 张先生您的婚恋经历 我的婚恋经历很简单 就是一次的婚恋经历 时间比较长 7年 04年分手 事业低谷的时候 两人分手 就这么简单 好 五号沈先生同样的问题 我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 他的性格比较忧郁 比较内向 就是说真的很难在一起沟通 日子不好了 他说日子怎么过 日子好了 他说哎呀 好久不长嘛 真的 没有办法 有现在有小孩吗 有有有 有小孩 对 单身多久 四年嘛 小孩跟谁呢 跟他 好 4号 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7年 都是7年 7年真的很痒 OK 有小孩吗 没有 姐妹团们 到目前为止 还有三位亮灯的 你们觉得谁是你们觉得 应该值得顶的 哪一位又是应该值得砸下去的呢 可儿 你觉得呢 我观察仔细观察了一下 我觉得剩下的这三位男嘉宾里面呢 唯有四号跟我们的黄交 能感觉出他们可能会有共同的话题 共同的交际圈 对对对 所以才有可能会有恋爱的产生 所以只能选四号了 其他两个我觉得根本不搞的 不是一挂的 情友团呢 那肯定是四号了 肯定是四号 对 好 谢谢 现在你来决定要不要灭灯 灭谁的灯 灭多少都可以 灭 四号五号和七号 当然一定要灭啊 一展都不灭不行 全灭了 为什么呢 因为四号没有小孩 因为到时候又是个导火线 完全支持你的选择 看起来还不是一个小孩的问题 其实你的知觉 现在是什么我不知道 但是我的知觉告诉我 你们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别看 你们俩看起来有一些 可以共同生活的方式 但实际上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他给我感觉 其实不够沉稳 他其实开始我犹豫了一下 我是七号我那儿犹豫了一下的 因为我内心 我还是希望找一个 其实比较成熟的男人 所以七号的成熟 我觉得挺成熟稳重的 还是有点吸引你 但是 确实我对男生戴眼镜又不太喜欢 非常感谢你对着我说了这个话 我说了就后悔了 黄佳 我就是 我是近世人 不要骑士我们有残疾的 那个黄佳 你不要以为年纪大的 就成熟稳重啊 千万不要误会 他是成熟 可是他很偏执 然后他的对女人的相处模式 只有一个 叫指责攻击型 折磨你 折磨你 对 其实啊 你还挺高兴的这个事啊 张先生是这样的 折磨你 我们想问问张先生啊 你现在有感觉吗 我得说这一刻 这一刻 我不说了嘛 我的感觉就是属于 我感觉这个女孩很优秀的 你要想叫我说出来 她怎么怎么好 我不会形容 但是你是有感觉的对吗 感觉肯定有啊 那你现在要继续做这个节目呢 还是说就到此为止 你就以她为目标先追求一段时间 还是说你要看下一个女孩 我感觉我掌控不了她 所以你要看下一个女孩对吗 好 我只是想问清楚而已 你又想回北京以后 跟人继续联系 你又想看下一个女孩 我敢保证 你连电话都要不着 谢谢王伟丁老师 余杨夷 这不是她一贯的手段吗 她要不着 她肯定要不着 因为我看得出来这个女孩子 如果说仅此而已 她是不会把电话给她的 除非你还有别的什么手段 什么手段我也得不到 谢谢王老师 你把我问出了我想问的 因为你知道 坐我们这个位置 我没办法讲那个话 好了 谢谢 再次谢谢黄娇 很感谢你今天知性情地 跟我们分享许多的故事 谢谢 那一看没得帮到你 不过还是最真正的祝福送给你 过了爱做梦的年纪 瞳孔烈烈不如平静 无论任何皇家 我们还是会祝福你的 谢谢 希望你过得开心 谢谢 欢迎各位 继续锁定杰利亚婚姻保卫站 各位亲爱的电视线 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新浪微博百度贴吧 和网易邮箱登陆 爱在中国栏的专区 留下你们的宝贵意见 跟我们互动 你们的意见对我们节目 非常非常的重要 同时也可以在搜狐高清网站 还有优惑网上来点播我们的节目 同时我们也谢谢 世纪佳园和珍爱网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的和堂 我的音乐 请你和堂系列音乐手机 也欢迎您的短信互动 在我们的屏幕下方 就有短信互动的方法 也希望各位可以多多参与了 同时牵手成功的情侣 将会得到精力手机提供的 M500核糖系列音乐手机两部 希望也有助于联系你们的感情 帮助你们重拾信心 建立爱情、重建幸福 让我们欢迎下一位女主角 登陆我们的节目 来,欢迎她 大家好 你好 先给我们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好吗 大家好 我叫丛颜宇 我来自北京 我是黑龙江人 然后今年三十四岁 三十四岁 好,OK 颜宇先来选择一下你的 最佳印象男士 确认了吗 好,谢谢 OK 当然一如既往是先保密的 待会儿我们后来公布 我们来看看他的心动指数 数会是多少 就代表着如果万一 也许可能大概你们牵手成功的话 那么我们一定会送给你们的第一笔的约会基金 根据我们的专家告诉我们 你看如果是零的话呢 就代表着目前你们是完全平静的是按照非常正常的心跳速度 摘下面具 你看是有指数了 嗯 数字会代表你的想法 非常好 对,对,对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他的这段VC 我们来看看言语之前的故事 他为什么会选择结束上一段婚姻 发生了什么 二十岁 他糊里糊涂 嫁给了完全不了解的前夫 结婚十年零三个月 他做过餐饮服务员 买过化妆品 做过家政服务 收银员 而没有任何收入的前夫 却一直为整个家庭增加着巨大的经济负担 哪来的钱 这是我之前打了点小风转的 我出去一趟 你这个钱是不是从沙发底下拿的 我跟你说 张燕家里有急事 他爸爸病危了 这个钱我答应要还给他的 我有急用 你有什么急用啊 这是人家的救命钱 是我们欠别人的 我要还给他 你不能拿走 你要吵架是不是 你不满意可以滚 我要跟你离婚 你有病 很多时候我就是 对他太忍让了 然后经常就是说 他只要跟别人借完钱 然后我就去还 所以已经把他冠成这种毛病了 反正是我借完了就有人还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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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还钱 夏嫂 你听我说 我现在是真的没钱 我再给我十天时间 十天上升你也忽悠我 最后给你三天 三天啊 行行行行 三天 怎么了 三天 你别打人别打人 欠债还钱 你用欠别人钱 不是 我们现在真的是没钱 等有了钱马上就还给你们 别打人好不好 告诉你三天 十二点之前 必须送到 三天啊 三天啊 记得啊 走 那时候我是把他们家的所有的外债 就全部还清了 他一共帮前夫偿还了 十四万三千两百八十元的欠债 经过大小上百次的争吵 他最终无奈地选择了离婚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所有的人都在劝我离婚 然后 然后最后没有办法了 我才离得婚 所以你一直在微笑 但是我看得到 在VCI一播的时候 你就开始流泪了 那段故事对你至今来讲 仍然是 难以愈合的伤口 对 对我伤害真的是太大了 付出太多太多 我把最好的十年的情绪都给他了 可不是最后 一点都没有改 我把问问题的机会留给大家 你们有什么想了解他的吗 一号 女嘉宾你好 你好 刚才看到你的VCI我特别的气愤 谢谢 我觉得 对于这样一个男人 你这么为他付出 你觉得值得吗 没有办法 因为他是我丈夫 我既然选择了他 我就为他补偿付出 我要为了这个价 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说你离婚是正确的 我很支持你 谢谢 五号 沈先生 同欢赖是美德 我听你 我的灯位抵达到最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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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亮到最后 我希望这是你内心真实的感受 对 我也希望是 我不希望有同情啊 或者什么别的感 因为我们来这个节目 是为了一个目的来的 我不希望有什么任何同情在里边 好 四号 刚刚呢 一号男嘉宾在向我们女嘉宾进行发问的时候 她说 特别气愤 但是同时也看出我们的女嘉宾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善良 无论你是一位弱小的女性 无论你是一位再坚强的女性 相信真的需要男人的呵护 我相信你会找到一个特别特别爱你 给你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安全感 给你一个温暖家的一个男人 好 祝福你 谢谢 好 谢谢 到目前为止大家的男性的关怀 包容女性的都表现得非常的多 激发了大家对你的可以说是关爱 但是在了解方面你们有什么想知道的吗 六号 陈先生 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现在你们的孩子跟谁呢 是归他们家的 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个孩子你自己来带 我当时离婚的时候是在征集 可是他们家说那是他们家的孩子 然后说必须归他们家 后来我姐他们劝我 因为我在北京我也没有办法照顾他 孩子是在老家 后来我只能放弃 九号 李先生 你好 女嘉宾 你好 看到你流了那么多眼泪 我的心也酸了 但是过去只是一种经历 而不是一种包袱 希望我是最后一次看到你眼泪的人 谢谢 谢谢 这是代表着你愿意去承担 让他接下来的幸福到目前为止 我祝福他的 祝福 好 张先生到目前为止 你很安静 你替他还了多少钱 有十几万吧 你图意什么呢 我要这个完整 我要一个家 如果我不去选择还债的话 连家都没有 连房子 他们家的房子都会被债主给要去了 你记住一个男人就是你的大树 你得树下要蹭凉 但是呢 你现在正好是相反了 你变成了大树 他蹭凉了 这是一 第二个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你手里钻呢 什么把柄 你是不是有什么短处啊 我啊 被你的老公钻在手里 没有 不可能说我是十天之美的人 但是他们家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一个不好的 大家更多的是在祝福啊 当你离婚的时候 你前夫是什么态度呢 他 不离 他不同意跟你离婚 对 我是起诉法院 然后最后开庭的时候他也没有露面 最后是法院自动判离的 他是不是曾经试图要挽回过这段婚姻 对 他现在还想让我给他机会 以前都跪着在我们家人面前发过誓 说以后再也不怎么怎么样了 我一定要改怎么样 可是最后看到结果还是没有改 所以我现在真的不改去相信了 我们来看看他的那张图好吧 我们让玉宇也画了一张图 这个图的题目也是我梦想中的自己 大家看到了那个有树有草地有花有三栋房子 太阳一朵云 那个玉宇有三个人 当中那个人是谁啊 应该是我未来的老公吧 未来的老公 左边是你吗 有俩小辫子那样 那个是女儿 是女儿 对 右边呢 是我 右边是你 就是没小辫的是她 对 没小辫的是我 右边的是孩子 当中是老公 对 从这上面我可以看到 其实玉宇想要的东西还挺多的 房子代表物质生活 她想要的还挺多的 是不是言语现在还在为钱打拼 对 开花店不太容易吧 对 很简单很难 然后她其他绿草地呀 树呀花呀 她需要很多很多感情 然后呢 在她的家庭中 她认为老公是一个主导的人 你看她老公在中间 嗯 她呢 特别小 她特别小 她跟女儿一般大 嗯 甚至还小一些 甚至还小一点 看得出来 她似乎好像很想念 或者说很渴望 跟她的亲生女儿 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你现在没办法跟自己女儿见面吗 嗯 只有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 剩下时间你必须留在北京 去照顾你的花店 对对对 嗯 好 你们可以看到什么吗 或者你们觉得到目前为止 那里面有适合她的男人吗 夏天 我觉得她需要一个男人来保护 但是她们说的都是感动和祝福 刚才特别你问到九号 你问她你想保护她吗 她说我有的是祝福 所以我不希望看到这个画面 如果你们只是有祝福 我觉得你们应该把灯灭掉 嗯 这是一种真诚的态度 这一轮 你们有权利选择放弃 七号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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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七号放弃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人呢 平常的时候呢挺同情弱者 但是呢 今天我不想同情弱者 我挺反对的 你要想能达到你心想事成这种境界 你必须得自己先强起来 你能才把你的女儿才能领到你的身边 谢谢 我再强调一次 我不想让你同情我 我不希望要同情 对 我要的是真诚 我很反对 你想想看 她一个人在北京打拼 还帮她老家的丈夫还钱 这样子因为独立赚钱的女性 能说是一个弱者吗 你们不要把她看作是一个负担 我觉得她已经是很 蛮了不起了 独身一个人在北京打拼 她只不过需要一个男人给她一份 心理上的慰藉 她甚至有能力帮她照顾还钱 她是弱者吗 她是树大树 当刚才的吴迪老师都说了 我告诉你美女 她叫可爱 就是这种场合 我就不同情她 根本不需要同情 我不需要同情的 而且我觉得她也没什么 而且呢 她是需要人家去恨惜 不是同情 为什么 以后你就会理解了 你现在你理解不了 你是觉得她年纪太小吗 我说她需要的不是同情 是年纪 跟她没关系 也不是说同情的问题 那是什么 她得靠自己自强 人家什么都会强 不是在靠自己自强 不是在靠自己 我所有的 从结婚到现在 全是靠我一个人 我没有靠任何人啊 张先生 我能给你提个意见吗 说 作为主持人 本来我不太应该 给嘉宾提意见 我没有这个资格 但是我有一点 我很想跟你讨论一下 跟人讲话的时候 你不要拿手指指向对方吗 这一点 承认错误 我向你表示 不是我是女嘉宾 因为已经连续两位女嘉宾 这一点是 我的一个不好的喜欢 我也是特别讨厌别人 用手补给我的 我觉得那个 以您的专业和您用力 这样的可以吧 这是举手 通常我们 如果要请您的发言 我们可以这样 或者表达我们自己 可以的 好 谢谢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意见 不客气 谢谢 我老觉得你对女性呢 不够懂得呵护 其实一个男人 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一辈子的这个时间 我觉得应该拿出 一大半时间来 是用来呵护女人的 如果说咱们总是用 这样一种态度 和女性交流的话 我特别担心你上完节目之后 这辈子都找不着对象了 这个建议呢 是抛击我 抛击得很对 在这里呢 我一定努力改正 一定要 向您 你还真是奇怪 这是特点非常突出 改正就是承认也非常痛快 这是 至少她是一个 可儿你有什么话要讲吗 我注意到你好像一直情绪不佳 因为我觉得张先生这个人挺奇怪的 我觉得她的内心特别的狭隘 就包括之前 那个女嘉宾说她帮她的前夫还债 她就问了一句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被她抓住了 你说一个正常的怎么会想到 你有把柄抓住 才会帮自己的丈夫去还债呢 张先生我想问一下 你有把柄让别人抓住过没有 哎呀我把柄很多 但是我都记不得了 哈哈哈哈 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世界啊 我们 非常尊重大家生活的方法 我再次问一遍 所有的 剩余的八位 各位都是明确表达 不仅仅是同情 而是确实有继续往下的可能 对吗 包括九号李东风先生 因为我刚刚问你过 你说你现在暂时是祝福 我对那个 一切钟情呢 不是很理解的 所以说我刚才是 同情的里面总有情 所以说我想继续 看看这是我的原因 好 小小姐了 我们继续来看她的第二段VC啊 好吗 我现在自己开了一家小花店 然后呢有水果有鲜花 还有一些老年人的用品 因为对面是医院嘛 我每天差不多都要凌晨三四点多嘛 就要起床去进货 然后回来呢要整理货什么的 然后觉得特别特别辛苦 然后我吃和住都在这里边 这个店只有20平米左右吧 然后每天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业余的活动 因为我要一个人看店 我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医院的洗手间 然后开这家花店呢 就可以说花尽了我所有的积蓄 如果这个花店如果经营不好的话 我又又得从零开始 但现在呢生命一般吧不是很好 因为这个花店是需要养的 我现在就想找一个人在我累的时候 可以依靠一下然后呢 可以照顾我一下 然后一个人真的是感觉特别特别的累 他呢只要有责任心顾佳 然后有孝心 对我好 这样就好了 谢谢 看上去跟他我们之前 对他那种想象完全一致不是吗 还是你们的提问时间 把所有提问的权利交给你们 9号李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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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的 如果说有可能的话 你会放弃你的花店 驾机随机驾狗随狗的那个可能吗 可以 谢谢 我的问题完了 所以现在你开始逐渐想保护他了吗 李先生 有一点点 谢谢 3号 王宇先生 你的花店现在一个月的 或者说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大概 可能只够我一个人的那个花销吧 那你没想过要回老家吗 现在家里也没有房子 因为我之前跟他离婚我什么什么都没有 我只一个人出来就离婚了什么都没有 所以老家现在也没有房子 现在我和老家真的事也没有办法再去生存 老家连房子都没有 对 因为我跟他离婚我什么都没有要 为什么什么都不要 你都已经替他还了十多万的债 因为老家的房子现在就是说他父母在住 如果我要去跟他分家产的话 他父母连房子都没有了 就是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4号 龚先生 什么样的男人是最值得你去托付你的终身的 就是有责任心吧 我现在特别想找一个特别会不佳的男人 然后能接纳我的老父亲 然后孩子呢 他上学的费用啊 假如说我先锋那边养不起他 但是我希望我还是能承担的 严宇 你知不知道你刚刚说的那些期望 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期望 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不好意思没讲出口 你的家庭负担听上来很重 然后你现在经营花店也不那么理想 而且你很想休息一下 其实你对这个男人的期望有一点非常实际的 他的经济状况可一定要好 但是这个有错吗 这个没有错 我告诉你 这个很难 就是因为有过那样一段 非常非常不快乐的日子 他今天才有这样的期待 我认为这种期待对于一个女人来讲 非常正常 是非常正常 我认为到现在为止 这九位男士没有一个勇敢地说 我 虽然我认为这样的话 容易让他觉得是谁在同情他 至少我报名 你回到北京以后 我要买花就上他那买 我有时候买花买的很多 谢谢 你们九个人谁买花上哪买以后 谢谢 买花容易 跟他谈恋爱结婚是另外一码事 不 爱情不是扶贫 其实我是真的不想去靠男人 我想靠自己 真的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去养我的夫妻和女儿 不想靠男人的 你自己刚刚说 一上来你就说 我记得很清楚 你站在这儿 第一句话就是说 希望能有一个人 让你休息 对 每个人就希望 对 希望是希望 那希望不是你想要的吗 如果这个花店再不成功的话 很可能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还要再重新开始 无所谓的 再重新开始 对 就算我找到了一个男人能照顾的话 我自己还会照顾 所以在上一段婚姻当中 你至少学会了 怎么样照顾自己 可以坚强地靠一个人的生活 对 8号 录音盛先生 我是温州的 如果说我们能成的话 你愿意从北京 把放弃这个花店 过来温州生活吗 你还是会 就是说 带着你的爸爸一起 还是带着你的女儿一起 嫁到我们温州来呢 如果真的是成熟 如果真的结婚的话 我肯定愿意 是说 就把你的爸爸 还有你的女儿 一起借过来生活 对 对 她的青春在后悔当中 过了十年 然后她的性格呢 都展现在她的任劳任怨当中了 不过当中有一句话 我印象很深刻说 她说 因为他们家都只剩下老人 她前夫家 不能让老人出去还钱 所以她要出去替人家花钱 这句话可以展现她的性格 以及到后面 一直以来延续一下她的善良 这样吧 我们现在做这一次选择好吗 我很有兴趣想了解 最后一次 由男人来做主 这一次如果你们不灭灯 你们将没有机会主动灭灯 除非也有要求你们灭灯 当我数到一的时候 请你们给我决定 三 二 一 选择 六号三号灭灯 四号灭灯 四号灭灯 四号为什么灭灯 其实我非常真诚地跟我们的女嘉宾说一下 去学会一种新的生活 每天开心的 每天放松的 不要是十二小时 显得那么新 那放松不需要钱吗 对 其实我们一直讨论的就是这个 如果我要有钱的话 我生活很好 就像一号女嘉宾那边 我也会很会生活的 我也会买名牌的手表 名牌的服装 名牌的化妆品 这是也是我希望的生活 但是我现在没有条件去做 我去买的话 我也能买 但是我一想起我父亲 或者想起孩子 我就不会去买了 说得非常好 我很喜欢你的善良 你的温柔 还有你愿意为家庭承担这一点 只是我感觉我的世界跟你相差比较远 好 而且后面还有一点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对未来的一个 婚姻处理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你刚才对未来就是前夫 还是有一些不是很彻底的这种疑虑 比如说你会顿挫 我就会担心未来他真的改过了 比如说他也有很稳定的生活了 而且为了你的孩子 你是否还会犹豫 这一点我是最担心的 还有五位为你亮着灯 要继续要接受你的考验 要得到更多的讯息 要得到更多的可能 当然我们今天节目有点特别 因为在你的资料 我们拿到了之后 有一位他也非常希望能够来到现场 但是他有各种原因没有来 所以我们要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 让他有机会跟你聊几句 我们来尝试连线一下这位男士 您好 这里是杰利亚欢迎保卫站 我是直江卫视主持人 我叫做华少向你问好 我们正在录制这个节目 对 你好 我们可以请您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吗 眼归姓侯 叫侯亮 侯亮 对 这名字应该很好熟对吗 很好熟 很好熟的 颜宇的前夫 对对对 所以颜宇跟我们讲过你的故事 说过你当年在经济上曾经乱花钱 而且他帮你还了很多的债 这些都是事实对吗 对对对 好 而且他说过你到现在 仍然很想跟他继续复合对吗 对了 那他现在就在听 全国有上亿观众在看 你有什么要跟他说的吗 我怎么说呢 我推荐的真的太多了 因为我现在做的承诺 该做到的我现在还没有做到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 你确定你现在改过了吗 我已经改了 真的改了 我自己做到什么了 我现在心里还是很有数的 其实 怎么说呢 我就算给他机会 可能也是看在孩子的面上吧 因为我真的不敢相信了 那你意思说你要给他机会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那你意思说你要给他机会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真的害怕了 真的害怕了 你好 我能说一句吗 华尚 当然 这还有一句 现在很多人都能看日子 也能听得到 我跟你说过了 咱们也经常打电话 我也说过了 我说我做的承诺 我并会完成的 你让我看到啊 你让我看到 但是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现在 我现在做的还不是很好 你相信我就可以了 那你什么时候能好呢 你还要等多久 我现在真的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你真的让我相信你改了 你把你拿出一个这样 我相信你已经改了一个东西来 我觉得我看到更可怕的东西 言语你还在期待 你真的相信有一天他会给你 这是我觉得更可怕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真的对不起 我现在要挂掉 请你想清楚 我就希望你再相信我一次 凭什么要再相信你一次 我真的不要跟你说 我已经相信了你一百次了 言语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个证据证明 你的前夫侯先生 他已经改过 嗯 你就一定会接受他 对吗 对 我为了孩子 我 他凭什么改过 难道他被雷劈着了吗 他凭什么改过 不不不 这个 言语现在还 在目前这个状况 言语还给他前夫机会 既然一个女人 还给我这么多机会 我要改过干什么 我想问言语啊 你是为孩子大可不必 因为事实上 如果是一段不幸的情感 愣给 不该恢复给恢复在一起 对孩子来讲 也许是更加伤害 或者是更大的伤害 所以说你千万不要考虑说 我为了孩子 我跟他在一起吧 这个不要考虑 你一定要问问你的心 这个人你跟他还有感情吗 这个人你还有可能 跟他像以前一样正常的生活吗 如果不是 你千万不要喂孩子 如果是 你千万不要说喂孩子 如果我要是说 跟一个男嘉宾 如果选择他的话 我不会再跟他 有任何任何联系 我们让言语给我们答案 你究竟是要继续 留存这份幻想 还是要彻底跟过去 做一个两段 如果真的有一个男嘉宾 真的让我清楚他的 我不会跟他 有任何任何的联系 也就代表你现在 你现在已经彻底拒绝了 你的前夫侯先生了 对吗 可以 对 对吗 确认吗 确认 请你跟侯先生 很明确地跟他讲 我们不可能符合 陈亮我真的等了太久太久了 其实咱俩离婚这几年 其实也代表我一直在给你机会 可是你真的没有去把握 对 那如果真的要祝你好了 我也真的祝你幸福 你幸福 我心里也会好说一点 那就这样吧 好 真的谢谢你们 等一下 等一下 先生 你今天前面说过一个承诺 我特别希望在这个挂电话之前 你能不能给我们另外一个承诺 就是如果你的前妻真正的找到了幸福 第一 你承诺不再用我们刚才那位女嘉宾 你人不可能的话去纠缠她 我相信你能做到 另外一个承诺 就是在你的前妻想见到你的女儿的时候 你随时给她提供这种方便 我希望这一个承诺 是我们今天真正想要到的一个承诺 这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们也祝福您的生活 谢谢 感谢您的联系 再见 五盏灯变成了四盏 李先生亮灭灯了对吗 我对他的特别好感 因为他正好是我喜欢的类型的 就算那个亲友团问我 他说你是不要带着同情 如果同情你就灭灯 那句话我也没有灭灯 因为我想试看他以后 但是如果我再继续如果开着灯 我感觉就是擦住了知道吗 我听了他们两个人的感情 好像我是第三者了 所以说我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最佳印象男士是谁 从于一开始上来 都选择的最佳印象男士 还是4号 所以你现在有一个权利 你可以要求4号留下来 不需要 不需要 他只要念我灯我就不需要了 不需要 对 好 那么就谢谢已经灭灯的各位 已经灭灯的各位男士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吗 谢谢各位 留下的思维 对你也充满了信任 刚刚的这一段 并没有打消他们对你的任何的好感 或者说建立起更多的怀疑 那么现在我们来更多的了解一下 现在是女主角的深入了解时间 当然从现在开始 灭灯只是她个人的专属前率了 我们来看看她会朝什么方向来问你们的问题 来大屏幕请看 婚恋经历 个人现状和未来计划 你要问她们哪个方面 还是婚恋经历吧 婚恋经历 好想先问谁呢 就从一号开始吧 刘先生 其他男嘉宾说你不懂得生活 这一点没关系 我懂得 我是一个山东人 虽然说没有山东大汉 那么高大飞猛的个头 但是我的心纯爷们 谢谢 好 谢谢 二号一姬华可以简单描述一下你的婚姻状况 我是黎一 有一女儿五岁归前妻 五号沈先生 你是七年之养吗 离婚了完了有个孩子归前妻 八号卢先生 其实我很欣赏二号女嘉宾的是哪一点呢 其实我就让我的第一感觉 你是会持家的那种女孩子 对 其他的其实都不太重要 你最后的这个插曲我觉得非常的生气 也非常的气氛 真的 那其实你在 就是说在或多或少的欺骗了我们的感情 那为什么说呢 就是说 你从一进来的时候 说自己跟前妇的这种关系已经离开了 我再怎么样也不会跟她怎么样了 到后面 好 前妇一打进她电话 你说我为了孩子 我有可能跟她在一起了 然后主持人一再澄清 不是说有可能 就是说我如果 对对对 这个现在这么多观众都听到 这个我们也不用去争论这些话题 但是至少你现在 刚才在晚上的这个一个谈场 你做了四种不同的决定 那么你拿什么 让别人真的接下去去相信你呢 她的善良我们是可以相信 但是她上一段故事留在她生命当中 那些痕迹确实很深 我们需要来验证 她是不是真的往下继续的 可能和她自己时候准备好 现在我们来做个选择 这里有四盏灯为你亮着 你可以选择灭掉当中的一些部分 当然也包括全部 明白吗 明白 好 开始吧 好 全部都灭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前夫都电话吧 可能他们都不太信任我 我不想有一点什么中间有这个 然后一号呢 其实我是真的挺喜欢她的 但是她真的太小了 年龄太小了 不足以给我安全感 好吧 那么抱歉 刘正你的年纪 会出现一点点小小的问题 当然我们说节目之后 我们还有很多联络的机会和空间 我们也为各位继续打开 和保留着这样通畅的可能 祝福你了 谢谢 抱歉 没有帮到你 谢谢大家 别忘了我们会去买花好吗 好 好 一定 你一定会在花店见到我的 我相信会在三月初 我一定会去北京 别让人着迷 什么都无不动的眼睛 再见了妍妍 再见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杰利亚婚姻保卫站 我的荷堂我的音乐 金利荷堂系列音乐手机 也欢迎您的短信互动 在我们的屏幕下方 就有这个短信互动的方法 也希望各位可以多多参与了 同时牵手成功的情侣将会得到 金利手机提供的M500 荷堂系列音乐手机两部 希望也有助于联系你们的感情 帮助你们重拾信心 建立爱情 重建幸福 在这里我们也一起提醒大家 欢迎大家加入捷利亚三八节购物狂欢 你看马上又要过节了 过完春节就是元宵 元宵过完了就是三八节 三八节之后清明节 清明节之后五一劳动节 一年总有那么多的节日 我们总会往高兴的方向去想 你将有机会拿到iPad 有机会拿到许许多多奖品 详情的请见捷利亚集团的网站 也希望各位可以多多支持捷利亚 要相信她也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美的 让我们欢迎下一位女主角 登陆我们的节目 来 欢迎她 你好 先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大家好 我叫晶雅 我来自温州 今年二十九岁 李先生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 终于见到我们老乡了 终于见到老乡了 所以 是我期待的 更兴奋一些对吗 就是 我们现在先来请晶雅来挑选一下 你的最佳演员 第一印象男士 这是她 对 了解 好 好 现在呢 当我数到一的时候 你要把面具摘下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心动指数 总值会是多少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摘下面具 一千五百零八是总值 四号达到了三百八十 三百八十 OK 是目前为止最高的数值之一 然后相对三号是比较低的 只有十 是因为地缘的关系吗 光顾用心看美女了 没想这事儿 OK 当然一千五百零八 他会是一个数值 如果有牵手成功的话 会是一个我们开始的恋爱基金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VC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的下一段婚姻 有一个失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来 请看 年轻的时候比较叛逆 所以选择了这样的男人 也是命中注定 觉得不管怎样都要过不下去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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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有点发烧了 你过来待一会儿啊 你这样累死我啊 没痛 怎么了 你怎么又再打牌啊 孩子都发烧了 你过来帮我待会儿 哎呀 别烦了好不好 我签了全都输给他了 扎尿 我比你大 去去去去 出去了 你干啥呀你这是 你干啥呀 孩子都发烧了 你都不管 你都好玩的啊 你是女人 你不带孩子 我带孩子 那孩子是我一个人的呀 啊 啊 啊 我不哭 我不哭 打你了 我不想打 我说 你怎么回事还打牌 你孩子就不要了是吧 啊 我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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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发高烧 他也是这样子 叫他什么事情 叫妈去吧 千万不去 不管 等等我 老公 你在哪儿啊 怎么我走了两天 回到家 家里门也开不了 锁也换了 对不起 我把房子卖了 你走吧 别跟着我了 老公 喂 老公 你说话呀 你说清楚 老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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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一开始 你的上一段婚姻 并不被家庭祝福 甚至是不被家庭所接受的 但是你比较坚持 对 当时就没考虑过后果吗 对 当时没有 我以为我会跟她是白头到老的 没有想过这样子 嗯 8号 您是灭灯了吗 8号 您是灭灯了吗 是的 为什么呢 从第一感觉上来讲 可能她不是属于我的那种女人 我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吧 你看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啊 通常都会行走的比较的艰难 所以 当时你怎么处理前夫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呢 我跟我爸爸妈妈关系一直都不好 因为那时候我也努力的去尝试过 去跟他们沟通过 但是他们根本就不会接受 你的前夫 对 不会去接受他 所以当时为了你的前夫 你跟你的父母关系甚至闹僵了 对 是闹僵了 而且她说了 只要我踏出这个门 就永远别想回这家的门 后来呢 后来好缓和了吗 没有 因为我觉得 没脸见我的父母 所以你其实对他们 是有点愧疚对吗 对对对是的 我相信她当时的所谓的反对 并不是出于不爱你 而是 只是他们觉得那样 对你的选 你的选择在那个时候来 可能并不明智 对 他们说的是对的 所以说我应该 要在这里向我的父母 请说一声对不起 爸爸 妈妈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 是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对不起 我以后肯定不会听你的话 我以后再也不会任性 我不管做每一件事情 我都遇见过你的允许 因为你们的智商要比我高很多 所以说从此之后 我一定要做一个很听话 很孝顺的女儿 我们来问问姐妹团们 你们有什么特别想问 或者想发表的吗 有一位亲友团在现场 对,那是我妹妹 妹妹 我是她亲妹妹 OK 所以你要来帮姐姐多说一些吗 她一路走过来非常的艰辛 而她那段婚姻造就了 她跟家里人疏远了很多 我作为她的妹妹 去年、今年才跟她接触 因为之前父母一直都反对 我跟姐姐有接触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让我家里人更加地去知道 我姐姐这一路走过来 都非常的不容易 她很想家 很想父母道歉 谢谢你自己来到现场 你看得出来也很精心地 为姐姐准备过这一段发言 七号,张先生 请问女嘉宾 你跟你的前夫 你爱她哪一方面 优秀的一方面 刚开始我是被她的外表吸引的 你父母从哪方面反对你 因为她跟我家住得很近 从小我父母亲就说她是个败架子 但我不知道指的就是她 所以到什么时候还得听父母的 父母的眼光还是比较远见的 所以你自己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没办法 确实是 确实是 现在离婚一下我也离婚 反正这错误呢 不可能是单方面的 是两个人都肯定有的 对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前面那一次我错在哪里 我想问问 你知道你哪里 就是有什么过失啊 怎么会造成这种结果 我性格脾气不这么好 你就是说你比较女权 我比较强势 就是会骂她 骂得她很难听 就是说她没用啊或者干嘛的 就会说一些很伤人的话 就是我就会经常说 我怎么会嫁给你啊 我们有一幅画 我们可以她刚才有画了她的那个 目前的一个状况 我们也来总结一下 来看一看她画的那个作品 来 请看 你在那个房子的旁边 在那个花的下面画了一个方框 这个是那个 种的那个八盆 这个黑心也是你点的 本来是红心 我觉得颜色不太好看 就变成黑的了 从这个字面上看 它不光是涂成黑色的 它差点就捅漏了 那个小三角房是你的房子对吧 对 它对物质还真的 我不奢求物质 因为我觉得房子多大都没有关系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见到的第一个 真的不在乎物质的女孩子 从房子上可以体现出来 对 它对物质的需求不是很强 但是 所以这个节目做完以后 是不是以后看过这个节目的人画图 都没有什么可参考性 不会 还会有其他的东西 还会有 这个他们可以用另外的方法解释 你比如说 这个房子 画得虽然小 但是它像个粮仓 说明这个孩子是 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 这个意思 谢谢你的解答 阿尚 你明白吗 我们出的题目没有让他画法 OK OK 但是他们画上了是有意义的 大家是不是也很想了解 那个黑色的心是代表了什么呢 幸福对他来说同时也是一个创痛 那是一个很大的痛点在 这是他需要去解决和面对的问题 也是让他对幸福感到无力的一个问题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在你们做选择之前 我想请教一下三位老师 金雅从上台开始以后 她一直是低着头的 对 她一直是 在看VCR的时候她是低着头 而且好像 你好像很想用头发把自己的脸折起来 所有这些表现都是羞愧的表现 这个和她那个黑的花心是一致的 就她内心在这一块愧疚感非常的大 所以我觉得各位男嘉宾 就不要再去追究这一块了 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 都有这样那样的痛和这样那样的过失 那这个女孩子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女孩子 她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没有那么算计 她就是完全跟着自己的少女情怀 心动了 她就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了 仅此而已 9号 因为我本来对她的好感特别强烈 因为第一点就是说她是温州地区的 而且是离我们家仅仅持有10公里路 啊哈 因为她喜欢的是哈 特别是说要帅气的那种严格 而可能我不属于她喜欢的那一种 不是她所喜欢的那一种 不是她所喜欢的那一种 但我不自卑 嗯 我能打当你帅你的话吗 可以 我觉得外表帅的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但是最好呢就是说看能去顺眼一个 帅最好但不是必要条件 对不是必要 我觉得一个性格比较重要还有一个品质 嗯 李先生你听懂了吧 我听懂一半 啊 听懂一半 她因为前后有点矛盾 如果说一定要她找的话 她一定要找一个比你还 不是 就是 就是 没问题 什么 什么打击我都能受到你 就是没你的 哎呀也不对 这是怎么说的 就是即便是你认为自己她不帅 但是她也 如果说其他各方面品质都很好 她也没问题 啊对对对 她的不是其他的条件 我感觉哈 我的作风像什么 就像 是水虎状里面那样的说法 要大块大块的吃肉 大口大口的喝酒 姐妹团你们有问题吗 假设啊 现在你又对一个阳光 帅气的一个男生 一见钟情了 嗯 然后你的父母跟你关系修复之后 然后跟你说不要嫁给他 如果你要嫁给他 我们再次决裂 等到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 我不会嫁给他 你难道一点沟通都没有吗 就是直接听了父母的话 你不会嫁给他 我先会跟我的父母沟通 但是我也要看啊 这个人值不值得我这样子去做 但是你当时回答得很快啊 你说我不会嫁给他 应该是吧 不会 九号灭灯了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为他父母来选的 不是他为他自己来选的 确认吗 确认 你认为他是为他父母来选的 对 因为他说他父母如果不同意 他不同意 等于我跟他交往 还不如去跟他父母交往 不不不不 这个有点极端 那你就没有心 比如我们打个比方啊 嗯 那假设他喜欢他父母也喜欢 也有这种可能啊 我想这样太虑了吧 其他人找老婆只要跟老婆 跟女朋友两个人沟通 你到哪里都是一样 你要娶一个女孩女人回家 他刚才太果断了 我觉得这个功能 真正像他的性格 为什么你觉得自己一定是对方父母不喜欢的人呢 那倒没有 我感觉 你现在已经在假设这样的局面了 不是说 万一不喜欢他 我还是要回去要面对他嘛 因为感觉 这样的话 你为什么那么害怕这个万一呢 因为我很吵 咱们这样吧 反正我们还是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啊 到目前为止还有要灭点的吗 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了 好 没有了 那么我们来揭晓一下 女嘉宾的最佳印象男士 那么他一上来印象最好的男士是谁呢 8号 卢云胜 我想告诉你 你可以要求这个男士必须亮灯的 我就是他的选择 我们真的是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我们走在一起也没有结果 这样对不起 好 谢谢你的真诚 谢谢 好 我们继续 接下来是女主角深入了解环境 场上还亮着灯的是1号 3号 4号 5号和7号 这是今天到目前为止 到这个单元的时候亮灯最多的 我们来看一下三个问题方面 来 请看 三组问题 婚恋经历 个人现状 未来计划 你想问他们什么 他们必须要回答 未来计划 未来计划 好的 我们一个一个来 还是你就想指定先听谁的 我就那天下4号吧 4号 4号先开始 愿不愿意把自己的收入交给女方管理 一点问题没有 一点问题没有 不安全交给她 完全可以交给女方管理 对 接下来 就按顺序吧 就按顺序 好 那1号 刘先生 未来的计划还有愿不愿意把收入交给女方管理 愿意 王先生 3号 愿意 没问题 好 5号沈先生 一起做点事儿 钱可以给他管 钱可以给他管 对 7号张先生 不可能给女方管理 我自己管理 那女方的收入要交给你管理吗 他自己的自己花吧 自己花 对 不够了以后我再给他 就是说他除非开口问你要 否则你并不会主动的把钱交给他 他给他存点款 他自己随便花去吧 给他还是会存一点 对 对 所以家里的财政收入是由 你来负责还是双方共同负责 财政支出 我支出他打理去 好 了解 好 有什么特别还要追问的吗 我想问一下3号跟4号 嗯 3号你是哪里人 北京呢 万一牵手的话 你愿不愿意到温州来 我觉得这个不是关键问题 因为我本身就感觉 其实一些大城市 还不如国内的一些小城市 生活的舒适和安逸 4号我问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好 走迹山东的 嗯 嗯 绝对在北京工作 愿意去温州吗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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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去北京吗 不可以 好 这就都明白了啊 现在你可以开始选择灭灯 呃 一共还有五盏灯为你亮着 自己选择 可以灭掉他们当中的一个部分 或者全部 七号 五号 五号 四号 自己选择 可以灭掉他们当中的一个部分 或者全部 七号 五号 四号 因为不会去北京也不会去温州 会去温州的你也灭了 对不起 所以其实你如果真的要考虑的话 就是四号如果他可以去温州的话 你会留着他的灯 对 是的 但是他说不可以 所以说我就把他灭了 所以三号时拉这个垫背 顺便问了一下 好了 好吧 再见 谢谢你 谢谢 你再次谢谢金雅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全部的九位男嘉宾 感谢今天你们的真诚和坦率 谢谢你们 谢谢姐妹团所有的成员 小声也送给我们的三位专家好吗 谢谢 正将会是爱在中国来呢 也为各位精心打造了谍战英雄记 从3月3号开始为各位继续亮相 首先会为各位记起来分享的 就是由潜伏的原班人马 为各位打造的精彩好剧《借枪》 从3月3号起各位见面了 也希望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黄金剧场 和各位一起分享更多有趣的精彩的故事 杰莉雅 婚姻保卫战 爱要有你才完美 祝福每一个看电视的人 如果是有人陪你一起看 请好好珍惜 如果还没有 请和我们一起努力 下周我们再见 下期节目中 独舍医生张尊又一次与女主角针锋相对 然而当她遇到美丽知性的建筑设计师时 精神焕发 你看没 心情比较激动 却遭遇从未有过的紧张与胆怯 静静收看 下周日同一时间 杰莉雅 婚姻保卫战